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世大運閉幕的重要時間 這次回家比賽真的是不一樣 之前世大運的廣告 對我自己來講 我最感動的就是 跆拳的陳以萱 他拍了一支廣告 就是說這一次回家比賽 講進了選手到國際去比賽的 那樣子的一個心情 可是這一次回家比賽 真的不一樣 臺灣隊中華臺北總計拿下了二十六面金牌 三十四面銀牌三十面銅牌 銅牌總計九十面的獎牌 全世界排名第三名 這是臺灣隊表現非常非常的優異 亮眼 當然這次的世大運也讓整個臺灣 團結在一起 高度的展示我們的這樣子一個自信 今天有話說來 從今天的閉幕再來談談 這一次包括說 跆拳 羽球 田徑 特別是白米跟標槍 滑輪溜冰等等 我們是不是之前太過輕忽了這些選手優異的表現 乃至於之後 臺灣對體育發展上有什麼該注意的地方 先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田徑協會副命署長 同時他現在也是體育大學 競技與教練科學所的所長 鄭世忠 鄭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感謝 我們再歡迎是資深的體育主播 前定員 前社 主持人大家好 足球的球評 他今天不是用警察的身份來的 足球球評 實名警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閉幕現在的情形 應該是選手們都開始進場 這是在臺北田徑場 現在的實況的情形 各國的選手開始進場 當然也接受現場民眾的這些致敬 歡呼 那特別是這一次中華台北隊 就是臺灣隊的表現 真是讓所有臺灣民眾 這個不只叫寡目相看 真的是無比的崇敬的心情 我們再回到現在的情形 我先請教一下前社 這次的表現 太讓人家振奮了 對 二十六金 我相信這個成績在未來或者說短期時間內 在不管是在世大運 或者其他的這個運動競技 這種大型的中華賽會裡面 都很難被複製出來了 當然這次二十六金當中 有些雖然是在成績的計算上面 是每一面金牌的全值比重是相同的 但是我們平心而論 在我們運動人的心目中 他的全值比重是不相同的 那讓人最感動的呢 我必須先講的就是一開始的舉重的郭敬 郭敬 接下來在結束之前 田徑項目登場之後 我必須說當我看到楊俊和白米衝線第一個的時候 在經過慢動動的重播 我們確定他是金牌的時候 那是那種激動的心情是很難 很難去言喻的 你知道嗎 因為二十六年前 王慧珍在雪菲爾大學 世界大學運動會的時候 拿到了那時候臺灣第一次在世大運的短跑項目的金牌 那個時候的王慧珍就被稱為是亞洲的風速女王 之後他到了九二年奧運會 那是那年我也去了 我的感受是他在進入到大概副賽的時候 他落敗下來 我去採訪他的時候 他說太難了 要在這個場合上面跟那些西洋的人比比那個速度 實在太難了 說實在我們腳就比人家短 對 所以當楊俊翰抵達終點的時候 因為他在上個月 亞錦賽拿到金牌的時候 那時候是兩百米 在臺灣的報導上面 大概就是一小塊 是 那那個已經很難了 是 那這次是在國人的面前 在一百米 那真的就更振奮人心了 他變成一大塊 那個報導就是鋪天蓋地的過來 我說實在 怎麼想都想像不到 就算你很有想像力 你也想像不到 臺灣可以在百米短跑拿下世界金牌 對 而且跟他同組競賽的事實上有好幾位呢 是有十秒以內 甚至十秒左右實力 但是呢 就是在決賽的時候 跑得都沒有楊俊翰好 當然標槍的鄭兆村 那今天一直 更是讓人覺得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是 那當你看到他跟那個德國的選手 霍夫曼的那個體型對照的時候 你根本就覺得這個臺灣的選手怎麼可能直出那種破九十的成績的 那是那是標槍史上第十七位 直出第九十超過九十米成績的選手 這個成績放在去年的禮約奧運會 那是金牌 也是奧運金牌 那是金牌的成績 甚至超越了金牌選手的成績 所以你真的覺得說我們的選手真的畫很多的不可能為可能 而且他們把最棒的那一刻留給了 其實長期以來體育在國人面前是被忽略的一塊 他們居然把他留給了臺灣的人 一起來做歷史的見證 我不知道這樣比喻合不合適 這好像是極少有事 中華隊或是臺灣隊棒球沒拿到獎牌 但是我們歡天喜地的一場國際賽事 沒錯 當然除了說是自己在自己家裡面辦 辦這個大的盛會以外 那選手們的表現 我相信在這幾天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新聞從業人員 他們做的是一般的新聞 每天都是哭天搶地的說 啊 完了 今天收視率又完了 因為所有的觀眾晚上都在看運動競賽 就是很多以前不看運動競賽的人 也因為中華隊的各個項目的表現 普遍的都很出色 政論節目都沒人要看 都沒有人要看 大家全死 我不不騙你 那因為大家都鎖在那邊看中華隊的表現 那真的是很熱血 是 真的是很熱血 連我平常不太看運動競賽的一些朋友們 甚至都帶孩子們到現場去看 是 所以花錢買票 他們覺得說去現場享受那種自己家裡面辦喜事 然後自己的選手又這麼出色表現的 那真的是 就一個字可以形容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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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會是不好的話 就真的很爽 那莊老師我要請教你 以前或許至少對少數的人來講 大概只關心棒球 頂多再加個籃球 所以如果棒球輸了 籃球輸了 籃球比較常輸了 那棒球輸了就是心情就會不太好 可是呢 會不會是真的 我們太有眼不是泰山 明明在田徑 在華倫溜冰 在各種單項的比賽項目上 我們的選手其實已經是國際頂尖了 但是他覺得 沒給他看 還是說真的回家比賽 真的不一樣 田徑部分為什麼這次表現這麼這麼的優異 我想國人一定要有一個 一定要知道 我們所有項目的選手 所有的好的成績 他背後一定是來自一個長期的耕耘 沒有一面獎牌 是突然出現的 他的背後都經過好幾年的磨練 這背後的團隊不只是選手 還有教練本身 還有包括他背後的物理資料師 是 運科團隊 是 單向協會 體育署 國訓中心 說實在的 這每一個角色都不能缺乏 那這次在我們的主場優勢 很多人想說主場優勢 所以很多干擾都沒有了 那其實我就覺得這樣對選手真的很不公平 因為選手他有這個實力 他才有辦法 在我們的主場裡面去發揮 那我必須要講 這一次說實在的滿場的觀眾 真的是鄭兆春 他能夠從原本八十幾公尺的實力 然後突然標出九十一點三六公尺的這個成績 這真的要感謝全國的觀眾們 是 因為如果沒有現場那一種氣氛 他任何一個選手 都沒有辦法突然這樣子一個突飛猛進的成績出來 當然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他背後我們在過去這幾年來 從他 這次奪牌的選手 都是從國中開始 高中開始 是 由田徑協會跟體育署合作 在他的潛憂 屬體虛內營 把他們從全國各地找來 把他們請最好的教練 來為他們統一的去做一個訓練 把冒出來幾個 再送往國家隊 送往海外 甚至聘請國外的教練 這一次我們特別聘請瑞典教練來 就在他的體操這部分的實力 去把他強化 所以黃士豐跟鄭兆村 他們才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他的成績整個蹦上來 所以其實我坦白講 國家真的給我們很多的資源 只是外界他不曉得 原來我們的納稅錢 真的有被用在這些地方 這一次其實網路上有很多人在酸 你看嘛 我們回家比賽 所以協會有人用那個協 有人用另外一個協 協會就沒有從中做梗的空間了 這一次我們先不談這個 但是這一次世大運選訓也是各單項協會去做的 基本上應該說是單項協會把所有的成績列出來 按照排名列出來 然後交由大專體種以及體育署的訓服員去做選擇 跟我們之前報不管是奧運或是國際賽事 你如果說是錦標賽 絕對是協會主導 如果是奧運 世大運 這種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都是由協會推薦名單上去 但推薦名單當然分兩種 一種就是他打標 一種就是他如果沒有參賽標準 比如說籃球沒有參賽標準 那他就要去由他的選訓委員去做挑選 但是我相信這些選訓委員都不是笨蛋 因為他們的目的終究是想要贏 所以推薦他絕不會亂推薦 不過有人認為是不是笨蛋 但是某種程度是壞蛋 有可能 那當然你上去之後 體育署會做篩檢 瞭解 還是會做篩檢 不過這真的不能一竿子打翻所有的船 因為還是有很好的協會 在幫忙選手長期做培訓的工作 但是也有一些被人家質疑很高的這些單項協會在 可是我們這不叫做成敗論英雄 我真是看到這個成績所有人都會很開心 這次世大運第一名日本 在金牌數跟總獎牌數都是第一名 但是如果光論金牌的話 中華臺北臺灣隊二十六面金牌 排名第三 在所有參賽國家中 那總獎牌數拿到九十面獎牌 也是排名第三 只是這個第二名總獎牌數是俄羅斯 那那個金牌呢 韓國是拿到第二名三十面金牌 說實在這個獎牌數是非常非常亮眼 我們再來看看 這一次臺灣隊為什麼表現這麼的優異 現場重心 田臉 停舉破世界紀錄 郭仙淳機動和教練零技能擁抱 舉槍 助跑 最後一顆奮力直出 標槍在天空畫出一道完美的弧線 直接衝破亞洲紀錄 舉重和標槍兩面金牌 一個破世界紀錄 另一個成為亞洲之最 選手們一致認為回家比賽真的好溫暖 因為我們不用去特別去調整食差 也不用去調整飲食 然後我們不管不管在哪裡 都會有最親切的語言 告訴你說加油 地主觀眾熱情加油 發揮主場優勢 幫助中華隊攪出亮眼表現 二十六金三十四銀三十銅 總計九十面獎牌 總盤名位居第三 比起上屆光州市大運的六金十二銀十九銅 多出許多 也讓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被FISU讚嘆中華隊進步很多 尤其自選項目奏效 中華隊的二十六面金牌裡頭 華倫溜兵就 勇奪十面金牌 而在競技體操 安馬奪金的李志凱 甩開以往 訓練時完美 比賽時就失常的陰霾 在家鄉完美落地 這只是個開始 未來還是有更多的比賽 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田徑場上也有突破性進步 除了鄭兆村在標槍破亞洲紀錄 楊俊翰也在一百公尺項目 拿下台灣在世大運史上 第一面男子短跑金牌 中華隊奪下二十六金 但下屆二零一九世大運 由拿破裏接棒 義大利體育總會 將把帆船射擊和英式橄欖球 納入賽事 而這些都不是台灣的強項 二十六金創下紀錄 嚴厲下了一道新障礙 記者綜合報導 民進大哥 之前 您當然對足球非常關心 之前那個羽球的事情 你也來我們這節目談過 你怎麼樣看這一次 世大運的成績 總體 其實我們還是要很老實地講 世大運跟真正的亞奧運之間 他的實力還是有點差距 因為他畢竟限制在大學生裡面 所以他的水準會比較參差 但是有些項目 比如說像 剛才我們提到舉重 或者像田徑 他是個數字的東西 客觀標準 我只要跑到幾秒 或者是我舉重舉到幾公斤 那我在世界上 他的競爭能力是怎麼樣 他立刻就出來 所以像這些單項項目的話 我們這一次所拿到的這個金牌 或者是獎牌 就我們一般人來講 他的含金量就非常的高 但是有一些項目 可能他的這個實力就稱之不齊 那例如像這一次 我們羽球幾乎是全少 那但是因為羽球 其實正好跟世界錦標賽 他撞棋 所以全世界基本上 排名前一百的選手 不會有人來打世大運 那我們就佔了非常大的優勢 那當然不是說他們來了 我們就不會奪冠 但是你的這個競爭壓力就會比較大 所以當然他每一個不同的項目 那例如像我熟悉的足球好了 大家可能有些觀眾去現場看足球 其實為什麼巴西的男子足球隊 怎麼那麼差 什麼阿根廷怎麼那麼爛 為什麼 在他們那些國家 第一個他們大學入學率就比較低 第二個他們好的選手 如果足球踢得好 十四五歲就去踢職業了 因為他們的職業足球非常的發達 所以他們一般的大學生 是不太會踢足球的 所以他們的實力就有稱之不齊 所以我們要從不同的項目去看 那四大運的不同的項目裡面 他的這個競技的水平 其實有的跟亞奧運有差 那有的可能最好的選手不一定有來 那如果說像一些比較客觀性數字的 舉重跑步這些 或者像剛才這個鄭兆春的這個標槍 他就是個標準 他就是個數字 那我想這個含金量就會比較高 但是我們很現實的一點就是 如果去掉我們的主辦國的優勢 可能在下一屆的世大運 我們就要有一個獎牌 會降低蠻多的一個心理準備 因為我們知道 土耳其在辦世大運之前 他是排名三十一 他辦的時候拿到第八名 塞爾維亞排名四十九 他隔屆自己辦的時候拿到第十名 然後曼谷呢是三十三名 但是他辦完自己辦世大運之後 他拿到第六名 他成績都很好 可是在下一屆 每一個國家都是有面臨一個大幅的滑坡 那包括我們的主場優勢 還有我們的選辦項目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國人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但是這個心理準備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在這種不奪金牌的情況之下 繼續支持我們的運動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氛圍 就是我們拿好多金牌所以我們支持 那我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拿那麼多金牌的時候 我們國人支不支持 就好像滑輪好了 如果下一次不是選辦項目 沒有這個比賽了 瞭解 那我們支不支持這個運動 我們願不願意讓我們的孩子去學 我們的政府願不願意去投資 我們這次滑輪拿了三分之一的獎牌 對 可是下一次你不見得有這個比賽了 政府說我一定要花很多錢 來栽培這些滑輪選手 結果兩年之後世大運說 他根本比都不比了 對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說 我們金牌拿到是一件好事 可是金牌的背後 我們要灌輸的一個價值是 我們要追求運動員的卓越 不見得每一件事情 都一定要拿到金牌 高興是一時的 對 政策是永遠的 就好像我們這次籃球 排球可能沒有拿到金牌 可是我們的表現 觀眾都覺得 我們這次籃球跟排球 表現非常好 很熱血 每個人都喜歡看 可是他們沒有金牌 所以我們應該拿到金牌很高興 可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忽略掉金牌這件事情 我們將來要怎麼樣維持下去 是 不過除了體育的表現優異之外 這次世大運說實在也很成功的 把所有國人的眼光聚集在這個國際賽事 進而大家把不管叫國族認同 或是民族主義 或是自己的愛國情操 或是本土的這種認同等等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字眼 總之世大運高度凝聚了臺灣的共識 我們再來看看現在世大運閉幕式 最新的情形是 臺灣的原住民歌手佳佳正在唱歌 我們來看看 好 明明就在我眼前 被誰改變得不敢再冒險 抱歉 剛剛太晚進 家家已經唱完了 剛剛那個是Trash 臺灣一個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樂團 也正在舞臺上歌唱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來看看 整個閉幕式的最新情形 不過我再請教一下鄭老師 就是鄭老師 我們再來看看 會不會是一個主場優勢 當然主場優勢很多 剛剛有選手說 你可以避開時差嗎 對 沒錯 避開飲食問題 你游行 你要吃什麼 你知道衛生就好了嗎 然後你會有很多很多那種 自己在家裡面的這個情形 然後當然會有非常多的鄉親 幫你加油打氣 試氣真的是很重要啦 運動真的是試氣非常關鍵的一件事 可是這個部分我們該怎麼樣來判斷 當然不是說因為我們是主辦國 所以我們才會變成獎牌這麼多 而反而是我們要思考 下次如果不是我們主辦國 我們整個體育政策該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選辦項目有七項 所以選辦項目就是主辦國 你自己可以決定 你要比賽什麼項目 那臺灣這一次呢 我們要比華倫溜冰 要比羽球 比舉重 比武術 比射箭 比高爾夫 比棒球 那下一次 下一次在哪裡 在拿破裏 意大利 在意大利 拿破裏 他是不是要再比這些 恐怕就不一定 至少他大概華倫溜冰 可能 可能不會比 那我們來看看華倫溜冰總計拿了十面金牌 十一面銀牌 兩面銅牌 羽球拿了五面金牌 舉重拿了兩面金牌 總計呢我們拿了十八金 那當然呢 在必辦項目 不管哪一個國家辦呢 網球 跆拳道 男子體操 田徑 他都非辦不可的 這個我們也拿下八面金牌 該用什麼樣觀點來看 所謂的主辦國的這個選辦項目 基本上我們身為地主國 我們當然就是一開始的原因 就是我們要有金牌 不然我們花了這麼多納稅錢 那如果一面金牌都沒有 那一定會被國人給責罵 所以我想當初政府在 在評估金牌項目的時候 一定要去挑選選辦項目 而是這是世界各國 只要是主辦國 一定都會做的事情 所以我一點都不意外 這一次選擇了這些項目 因為這些項目各位觀眾可能不知道 這是國訓中心之前 跟體育署一起去做研究 而得出來的數據 而去做的選擇 他不是憑空去講說 我覺得華倫溜冰OK 我就挑他 不是這樣子的 他是真的做過研究 去得到這個數據 而去選擇這個項目的 因為這個是要承擔 承擔很大的風險 是 是 是 不過我們來看看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談華倫溜冰 在臺灣 那也是臺灣這一次表現非常突出的 可是另外一個 我們來看看 這個叫做含金量百分之百 當你標槍丟出九十幾米的時候 你不會跟他說 你是大學生 你是社會人士 就是九十幾米 當你跑百米 是跑進十秒二二的時候 你就是十秒二二 你管你是十八歲 還是三十八歲 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田徑 真的讓所有臺灣人刮目想看 槍聲一響 所有選手猛力往前衝 在第五跑道的楊俊翰 一路和第四道的南非選手較勁 最後以十秒二二 擊敗各國好手 收下金牌 鄭兆村這一個直射 衝出九十一米三六的場跡 不只為臺灣摘下 田徑場上的第二金 更刷新亞洲紀錄 登上世界歷年第十二節 在這一次 在以前的時候 我就告訴教練 除了兩金之外 男子一百一十公尺跨欄 陳奎如 和男子四百公尺跨欄 承接搶贏 男子跳高響俊賢 男子標籤黃士豐 男子四百公尺接力 以及女子團體扮成馬拉松得童 八面總獎牌數 超過前十五屆的總和 而臺灣過去唯一一面田徑賽金牌 是一九九一年王慧珍女子兩百公尺的傑作 二十六年後 終於再由楊俊翰創造紀錄 我覺得這就是大家一起幫助我拿到的金牌 田徑隊在這次的世大運打放一彩 選手家人欣喜之餘 還是擔心國內選手出路 希望政府能多重視 臺灣這種體育的不是很重視 我希望說政府能夠說 多體會 提賽這種能源 臺灣過去多關注棒球籃球等運動項目 這次田徑選手奮力跑出好成績 不少民眾才發現原來國內田徑不法傑出人才 政府如果能藉由這次機會 增加益助的資源 相信就會是選手最強的後盾 前生你之前應該很少轉播田徑吧 我在當記者的時候 九二年奧運會的時候 我是跑田徑 所以我才會去採訪王慧珍 那當然後來 因為臺灣的氛圍是棒球最大 雖然他球很小 但是呢 所以就做棒球去了 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真的就是跑不贏人家 射不贏人家嗎 這個可能真的是有一段差距 包括了你的人的肌肉 包括你的身高 包括你的強度等等 我想這都是有 因為我記得王慧珍在九二年的時候 他這樣講的那句話 我真的到現在為止我都記得 他說真的 他連他隔壁那個選手的呼吸聲 他都覺得他比他更具有震撼力 就是準備要起跑的那個時候的感覺 我問他說你起跑的時候呢 他就說 哇 我聽他的呼吸聲 我就覺得他好可怕 那種就是選手選手之間才能夠感受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既然我們的選手 像鄭兆春 像楊俊翰 有這樣的成績了 而且是在田徑這個項目當中 大家不要忘記了 二零二零年的東京奧運會 就在亞洲 同樣的他會幾乎沒有時差 同樣的他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實務上的問題 基本上在臺灣一樣有很多的人 很近就可以飛到東京去幫我們的選手加油 是 所以對於這些已經留下成績 而且是客觀標準成績的選手 我覺得國家就要開始啟動所謂的保護機制 以及加重訓練的機制 這次鄭兆春他自己講了 他的瑞典籍教練 哪怕只是給了他一點點的突破 一點點的指導 包括了他在直標槍的腳步的調整 是 就已經足以讓他射破亞洲紀錄了 那這樣的一個選手 你接下來要怎麼樣的去去培訓 繼續的去維持他的成績 甚至往前再突破 是 科學的訓練將會是一個未來 你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專業的教練的指導 也是必須要加入這個團隊的 然後會用到不少的經費 因為隨著這些 你在跟成績競賽的過程當中 你就要開始啟動到一個很很特別的一個機制出來 那這些機制都會用到用到錢的 不談到資源以及科學方式的培訓 那剛好是鄭老師你的專業了 不過我們來看看 男子標槍鄭兆村丟出九十一公尺三六 那如果在那個古希臘雅典的時候 那就是說你在百公尺丟個槍 你可以把對方的將尹射死的那個概念 三百戰士裡面有 三百戰士裡面有 四八打戰士 就是那個概念 其實那就為什麼那時候要辦這種奧運 其實主要都是為了戰爭 那現在其實還是那個榮耀神 總之那個不關這一次的事情 九十一公尺三六 擔心家庭長大 父親是清潔隊員 高二進入國家隊 那他之前說 我要成為亞洲第一個投過九十的選手 果然達到了 那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不可思議的成績 成為標槍傳擊 終於很高興他辦到了 另外一個呢 其實也讓人家真的是跌破眼鏡 刮目相看 楊俊和阿妹族白米呢 跑出來十秒二二全國紀錄 他說從小都是藥罐子 為了強身才去運動 那爸爸是開砂石車的 奪金成為整個部落的大驕傲 楊俊漢說 他只是想證明臺灣選手不會輸給日本 中國也希望有天可以繼續 跟全世界的對手來競爭 那鄭老師就要請教你 已經跑出這個成績了 馬上東京奧運要來了 中華民國該做什麼 我再一次強調我們的體育署 對於田徑協會 從來沒有說過NO這個字 因為我們每次都是寫完整的計畫 我們想要做什麼 把經費非常明確地告訴體育署 所以他一直很願意把經費 投注給我們 所以鄭兆村楊俊漢在背後 他有醫療團隊 他有外籍教練 他想要去哪裡一地訓練 我們都會找外國的經濟 經濟人團隊 來幫我們尋找最好的教練 而楊俊漢我們也曾經送他到美國去 一地訓練 所以其實我們接下來要做的 包括他們兩個人 因為過去都曾經有一些運動傷害 是 所以我們必須要個別的物理治療師 我們需要他們去世界上最強 最頂尖的訓練中心 對一地訓練 然後呢 我們也要去在運科人員 在動作技術分析上面 我們也開始規劃要請體育署協助我們 那我們聘請這樣的專家 來去為他們去做更進一步的一個 訓練上的輔助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都想到那一步了 但就差成績 坦白講納稅人的錢 我們不能亂花 所以我們做什麼事情 都是有計畫慢慢地耕耘 只是這一次真的有成績的關係 我想應該全國國人應該會更高興 讓我們投注更多的資源 在他們兩位身上 正是所有的田徑選手 這次實際上是他們兩個表現 最最最巔峰 巔峰的時候 是的 他們兩個登上的國際田徑總會的官網 全世界都看到了臺北 這個是我們在田徑上的表現 極為優異 所以要拔尖 以及保護這個 所謂的我們優異的選手 另外一點 戴智穎 羽球 或許在我們在回顧之前 我們在談羽邪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那戴智穎這一次呢 當然不能說輕鬆啦 可是還是如預料當中的奪下金牌 而他說呢 為什麼他不去參加錦標賽 而留在世大運呢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臺灣 我們來看看 腳步輕盈殺球犀利 世界球後戴智穎毫無懸念 闖進世大運女單決賽 短短二十二分鐘拍下世界排名二十三的 南韓李章美拿下金牌 速度之快讓球迷戲稱 根本當熱身在打 但也有球迷說以戴智穎的身手 不該放棄世警賽 因為打世大運根本是浪費時間 但球後在世大運粉專 說出了真心告白 我這次選擇世大運 會放棄世警賽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台灣很難得辦一個大型運動賽 我覺得我必須要留下來 我今天的目標 不是只是要在台灣打到前線的 我是想要在國際上 讓台灣被世界看見 要讓台灣被世界看見 戴智穎選擇了世大運 而以小戴目前的實力 在世警賽奪冠 拿下百萬獎金 上萬點積分 不是不可能 不過事實上 戴智穎目前積分 領先世界第二許多 沒去世警賽影響不大 倒不如留在家鄉 在家人和球迷面前出賽 在台灣比賽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會有很多人來看 而且會有很多人去支持 然後看到所有選手 可以在台灣的場上發揮 在自己的主場 球迷滿載的熱情與歡呼 都能化作戰場上 每一次的揮牌動力 過去兩屆世大運 小戴只拿過銅牌跟銀牌 這次金牌入袋 也讓小戴集滿三個顏色的獎牌 不帶任何遺憾 事實上就沒有遺憾了啦 就三個顏色都收集齊了 圓滿達成任務 下班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民警雄上 想到戴智穎 我就想到上次我們在談 說那個人家明明就大小腳 然後我們的雨鞋 就強迫他一定要穿那個不合腳的鞋子 然後搞到人家磨破皮 然後強迫他一定要穿 那個什麼樣的一個雨鞋 決定的這種所謂的求醫 然後支撐 就有很多很多問題 那些問題解決了嗎 協會的問題 我想這一次當然在自己臺灣主辦 會減少很多的問題 鄉民講的當然不見得完全正確 但是確實 譬如說大家批評田徑協會 其實田徑協會 是最近這幾年 臺灣評價非常好的協會 這裡我要老實講 但是因為上次撐乾掉 竿子觸暴的時候 被鄉民罵 可是我們也要知道說 因為他距離很遠很複雜 所以出包的機率大 當然出包我們認錯 可是因為他距離很遠很複雜 所以出包的機率大 如果在臺灣 就原則上不太會出包 所以你的這些裝備 或者是你的這些適應環境 當然是絕對在臺灣自己來主辦 是絕對是有利的 只是說我們不見得 一定要把怪罪在協會上面 因為你換成另外一個國家 他如果要長途跋涉幾千公里 他也有可能會出包 他的風險一樣是會大 那當然我們今天主辦 所以我們避免的這些風險 竿子沒進來 這個烏龍也太大 我們避免的這些風險 所以表現會不錯 但是像戴志穎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不是很贊成他打世大運 因為如果說你對羽球 有一點瞭解 就知道市井賽這個東西 是真正的冠軍頭銜 你世界排名第一再久 都不叫做球後 也不叫做球王 只有贏得市井賽的人 才叫做 world champion 就好像李中緯 他是羽球史上世界排名第一最長的 可是他從來沒有拿過市井賽 他到現在三十三歲了 他還想辦法 一定要想辦法拿到市井賽 要不然他這一生沒有拿到過 世界冠軍的遺憾 是 那小代以他的現在的年齡二十三歲 他大概還有五到六次爭市井賽的機會 他等於自己放棄了一次 那我想其實這個犧牲非常的大 他心裡一定是很掙扎 像周天成 他就選擇了市井賽 沒有打世大運 這就是個人的選擇 但是對於這些選手來講 這樣的比賽壯棋 對他們來說 會有很多的 比如說人情壓力 你一定要為國爭光 其實他心裡面一定是要很多的取捨 只是最後帶著你決定留下來 那周天成決定去打市井賽 那兩個人的選擇 我覺得都沒有錯 但是如果以我的立場來講 以職業生涯的立場 我是希望帶著你去爭奪市井賽的冠軍 當然 但是如果以我們台灣觀眾的立場 你幫我們多個金牌很好 金牌留在家裡最好 但是如果以他個人的生涯考量 我們知道說這個東西很難得 你如果今年錯過了 我不是每年狀態都這麼好 今年帶著你是狀態最好的一年 是 那我狀態最好的時候 我反而不去打市井賽 那第二個是市井賽不打 你來打市大運 你對於接下來九月開始的 這個羽球的這個系列大獎賽 你的調整會有問題 為什麼人家奧元希望 人家馬林在那邊跟世界排名前十的選手 打了一個月 你在這邊打市大運 當然你的調整有差 所以雖然說這次積分沒有被追上 可是你對於接下來幾個月的調整 還是會有影響 所以對於帶著你來講 其實這個影響還是蠻大的 他做出犧牲其實還蠻多的 那是選手個人的選擇 當然你就是必須敬佩尊重他的選擇 可是回到說 是不是到目前為止 這種單向協會 在選訓的決定權太大 大到影響到好的選手出不來 出來了可能都不是最好的選手 以至出來最好選手之後 會被協會一些不專業的決定跟干擾 使得影響他的表現 這個因素還在嗎 我想其實在臺灣如果說 有客觀數字標準的還是比較客觀 但是有一些協會他的問題是在於 他往往標準定的很高 那我的所有的選手都不在標準裡面 那就是由我來決定 由我來推薦 譬如說詠協 譬如說詠協就是出這樣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團體的項目 譬如說像棒球 像籃球像足球 他是個團體的項目 那團體的項目他很容易 他說我覺得你不適合我的戰術 或者說你就 我覺得他比較克制對手 他可以用一些 你沒有辦法實際用數字去量化的 一些選訓的方式 是那我們知道很多學會 他除了總教練 他還有協會的選訓委員會 那他經常是 我如果比賽輸了 我就說是總教練的問題 可是人卻是選訓委員選的 這在很多團體性的項目 其實會有這樣的情形 會有這樣的矛盾 你所有的戰績跟成敗 是要由總教練負責 可是人是你選給總教練的 那這群選訓委員到底是誰 那他們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那他們到底需不需要 為比賽的成績來負責 那我想這個責任在上面很多 團體比賽的協會 是在這方面沒有釐清的 這總是剛好你也是田徑的選訓委員 那田徑這一次當然沒有什麼爭議 然後特別拿到兩面這麼好的獎牌 還有什麼爭議 可是我想問的是譬如說 丁妹這次沒辦法參加世大運 游泳項目的丁妹 他就講得很清楚 你不要說什麼跆拳品勢 或是籃球 排球那種團體賽 我要什麼樣的中鋒 那是很主觀的 游泳夠客觀吧 你五十米一百米 你游多少就是多少 那為什麼包括泳鞋 或是其他的這些有爭議的單項協會 他沒有辦法去挑明明是比賽成績最好的人 來代表中華民國比 反而是挑其次 甚至其次再其次 協會的問題真的是阻礙選手的最大因素嗎 我還是要說 基本上協會的人 他的組成有九成 都是曾經是國內最優異的選手 所以他的專業性應該是不容置於 可是也有那種理事長秘書長 根本一輩子沒打過球的 當然也是有他的其他的問題 剛好沒有錯 但正常的情況之下 比方說像田地協會 在這幾年來我們就很注重 我們自己有一個成績資料庫 我們每次要參加賽事的時候 我們就把資料庫整個翻出來 來看看我們的名次的排名 目前誰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我們會一一打電話去給他們 這場賽事你要不要去參加 那我現在講的是邀請賽事 那今天如果是奧運 市井賽亞運會 這種正式的錦標賽 那就沒有話講 一定是你只要達到標 只要那個名額數目沒有超過主辦 國給我們的限制 我們是一律都讓你去 那這一次也有人說 為什麼市井賽 有幾個達標的田徑運動員 他們沒有參加倫敦市井賽 那是因為他們自己選擇 要留在主場拼四大運 因為知道在體育專業裡面 大家都曉得 那個每個選手都有所謂的訓練的巔峰期 有起起伏伏 他如果去了市井賽 有可能就會成績會掉下來 也不一定 但那是個風險 不是絕對 可是鄭老師 民眾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或許田徑協會 這幾年表現很好 但是另外譬如說 勇協 就被大家罵到醜頭 那為什麼選手的這個表 選手應該是整個國家的資源嗎 怎麼會國家的這麼重大的資源 都交給單向協會 用不好的名詞叫壟斷 把持 用好一點的名詞 就叫完全主導 這個機制對嗎 基本上各國的單向協會 他是一個非政府的一個組織 他基本上就是希望不要受到政府的干擾 但是呢 他的確有他的問題 有可能他在各國的這個選舉的制度上 比方說我們的那個人民團體法 我們在這個法裡面 他的組織不是這麼的嚴謹 所以也會造成有些人會去鑽漏洞 就我們上次談的三百個人決定 全臺灣單向運動 該怎麼做 有可能會這種情況出現 而且永遠都是那三百個人 那三百人從來不改選的 世襲制 所以其實像國際田徑總會 其實給我們田徑協會一個指導 就是說哪些的人 他是適合被攬跨進來當會員 比方說你曾經在那個國家隊隊員 你曾經奪牌過 你曾經在協會裡面工作 是任滿幾年以上 你曾經給田徑協會 有多少的贊助的金額以上 有工的這些企業團體 他都是適合來進入這個田徑 而不是說我今天在路上就抓一個 就進來了 那但是不是每個單向協會 都遵守這個這樣的原則 其實到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明天要談國體法啦 就是當然要改革 其實國體法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改革協會 到目前為止 單向協會 他當然可以負責 誰可以去參加國際賽事的 報名的權利 然後要培訓什麼樣的選手 資源要花在什麼地方 然後明明這個選手很優異 那或許他不是那麼聽話 或許他的資格就會撥得掉 這種協會把持住運動選手 甚至是由家族 由財團 由政治人物所壟斷的情形 在臺灣還很嚴重嗎 基本上在幾個大的 團體的球類項目裡面還是存在的 那游泳當然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 因為他理論上 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情況 像田徑協會 他們都是有客觀的數字標準的 所以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在像游泳這個事件 在後來體育署要介入之後 大概我覺得這個事情 應該就可以 應該就可以暫時的先被安下來 然後看未來的這個處理 要怎麼處理 那但是在球類項目 就比較容易出現 這樣類似的情況 像籃球協會 像棒球協會 這些所謂的大的大的協會 他事實上是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的 像您剛剛 剛剛明明講的 就是領兵作戰的是總教練 但是呢給他選手的 是叫技術委員 之前像我們打瓊斯杯的時候 也曾經出現過類似的問題 總教練沒有選擇 他要求員的權利 而給他求員的 都是來自於所謂的技術委員 而這些技術委員 中年不看一場球賽 甚至這些技術委員 都已經年紀到了一個程度了 那很多的人就呼籲說 在組織上面 協會是不是可以在結構上面做一些調整 讓真正在參與這些事務的 好比說是各個職業隊的總教練 他們每一年在打比賽 他們很清楚的知道哪些選手是好的 哪些選手是適合什麼樣的比賽的 那讓投票權把投票權交給目前活躍在這個項目上的教練們 讓他們來決定 而不是那些已經留有盛名 但是已經身居檢出的大佬們再來投票 我覺得我們在體育界裡面 有時候需要做一些改革 就在改革這些地方了 讓真正瞭解的人來做這些事情 會比較適合的 是不過除了我們明天會再談體育改革 特別是國體法的這個立法的部分 可是我們再來看看 除了說協會的問題之外 單項的表現會不會是我們也長期忽略 明明我們的選手是非常非常棒的 譬如說體操 譬如說滑輪溜冰 我們再來看看 這一次包辦了三分之一中華隊的獎牌的 華倫溜冰 是不是大家之前完全忽略他們的表現 終點現在約莫來到了三百公尺 是大運華倫溜冰馬拉松 各國選手拼勁十足 女子組最後突圍衝出現場屏息以待 中華隊不負眾望 楊和珍 李孟竹合作 包辦金牌銀牌 第一名金牌得主楊和珍 來自中華台北 今年世大運由台灣主辦 將滑輪溜冰指定為正式項目 中華隊總共拿下十金十一銀 兩同的好成績 堪稱最大金牌庫 而楊和珍更是獨自包辦五金一銅 表現亮眼 其實很開心自己的實力被看見了這樣 然後不過也很感謝就是 這一次代表隊的所有教練跟選手 其實台灣在滑輪溜冰項目表現一直不錯 2009年高雄試運四金三銀一銅 2010年被廣州亞運 納入正式比賽項目 台灣也有四金四銀一銅的成績 不過由於滑輪溜冰沒有納入奧運 因此比較不受外界關注 楊和珍先前表示 希望將這次部分國光獎金 是捐給母校改善重訓設備 讓學弟妹們不用在客難訓練 世大運場上滑輪溜冰選手們賣力為臺爭光 但之後該如何維持和提升優異成績 甚至培養出更多優秀選手 勢必不能只靠選手和教練 單打獨鬥 還必須仰賴政府投入更多資源 才能完成 我們來看看滑輪溜冰 臺灣隊的成績 當然楊和珍 這個人就拿五面金牌要走死人 但是總計呢 女子滑輪溜冰跟男子滑輪溜冰呢 拿下了十面金牌 然後拿下了十一面銀牌 拿下了兩面銅牌 我先請教一下民警兄 我們是真的叫義軍突起 還是其實人家早就非常優異 其實我們臺灣的這個滑輪溜冰的選手 一直都很優秀 為什麼 因為我們臺灣有很多要練這個溜冰 就是真正的冰到溜冰的選手 因為我們臺灣的環境不方便 他們很多是從練滑輪溜冰開始的 那另外滑輪溜冰 他雖然說 我們在媒體上面有看到說 他的裝備蠻貴的 但是那個是競賽用的裝備 可是他本身入門是一個便宜的運動 甚至比 甚至比棒球還便宜 那另外呢 以往我們才會 問一個很笨的白癡問題 滑輪溜冰就是直排輪嘛 是 就是我小朋友玩的 對對對 就是這個沒有錯 就是這個沒有錯 只是他有很多的競技項目 我早知道就叫他好好溜 對 其實這個是非常容易入門 非常容易入手 而且對於亞洲人來講 他的身體上面的差距 跟歐美人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我們臺灣很多選手是因為 他要溜那個冰刀 但是我們臺灣沒有這麼多的場地 他只好每天練習的時候練滑輪 所以他在滑輪上面的功夫 其實是非常好 我們很多本來要溜冰刀的選手 反而是在滑輪上面非常的出色 那這個東西就凸顯什麼 我們臺灣過去的一個體育政策 真的是資源分配的不均勻跟不公平 像我們有些協會 一年都拿一兩億 之前報紙有一兩億的補助款在拿 可是像有個小的學會 那其實他蠻有競爭力 但是他是國際的非主流的項目 但是我們講的 也有一個協會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講講講白話的棒球 也不是國際的主流項目 要不然他怎麼是選辦項目呢 他就不是個主流 可是我們在棒球上面投注的資源 跟其他小的單項的差距是非常大 那另外我們國人也是對於這種運動 沒有那麼重視 他覺得 不過就是溜冰 可是事實上 你平常民眾接觸到的很多運動 他其實在國際的競技場合上面 好像我們臺灣說 一百萬打羽毛球的人口 那我們現在的羽毛球 就有一定的實力出來 那如果像滑輪溜冰 這樣的一個運動 我們參與的人數其實蠻多的 所以將來就會有很好的選手 你如果重視這個項目 將來雖然他不見得是亞奧運的項目 可是他在這個單項上面 也許臺灣也會成為一個 在滑輪溜冰非常強盛的國家 不過鄭老師就是說 臺灣人其實某種程度很務實 這一次拿金牌 拿那麼多金牌 一定很開心 一定資源會很多 但是下一屆世大運 在義大利就沒有了 基本上義大利 從這個項目看起來 可能大概只有射箭 有可能舉辦 就選辦項目來講 所以滑輪溜冰 大概都應該是不太可能 但是也很難講 不過這些項目一定是看義大利人 他們的強項在什麼地方 但是說我扮扮 都你臺灣人拿金牌 我就不去打他 那是全世界主辦國都一樣 全世界主辦國 都是這個心態 對 那除了世大運 你滑輪溜冰在國際上的賽事 就是世界運動會 大家記得二零零九年高雄 高雄市運會 其實我們的滑輪溜冰 也得了好多的獎牌 好多面的金牌 剛剛民警雄談到資源分配的問題 是 一樣嘛 下屆世大運 要不要打棒球 也不曉得嘛 這都是選辦項目 那都是選辦項目 講實在的話 棒球我們就拿了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對 那滑輪溜冰 理論上只有一咪咪的資源 資源調整需要重新思考嗎 基本上 現實層面來講 我們的資源分配 一部分是專業 一部分是政治 所以當然今天如果總統喊一聲 我們要繼續支持棒球 那棒球就會得到很多的資源 但就回歸專業來講 很多單位協會 其實他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 是他不懂得去寫計畫 是 他不懂得去申請 就像寫論文一樣 他其實缺乏這種人才 其實 大家不要看那個金額很高 有時候真的吞不下去 當然 對 因為要跟政府和銷 那個經費 其實很困難的 所以你要很大的能耐 才有辦法去把他錢 把他花掉 而且要 要有預期的效應 要出現 不然下次他不給你了 你要是辦完 沒有成績 我下次當然不會給你了 所以其實 沒有 不是像大家網友想像說 錢拿最多 就一定是 瞭解 就一定是你 你好像很厲害 可以拿到很多錢 不過我們來看看最新的情況 是世大運閉幕的時候 主辦地 臺北市市長 柯文哲現在正在發表演說 我們來看看柯P說什麼 臺灣人民有這個榮幸 陪伴你們一起創造歷史 留下你們在臺灣最美好的回憶 感謝國際大學運動總會的支持 讓世大運在臺北成功舉辦 感謝郝龍斌前市長 成功申辦世大運 感謝蔡總統 行政院各部會 場館所在地的各縣市政府 鼎勵支持 才能讓三萬名的選手 與隊職員在臺北完成這場 運動盛事 感謝世大運執行長 蘇力雄 帶領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同仁 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形下 完成這個艱苦的任務 感謝記政召集人 帶領顧問團 提供專業的諮詢 還有這六年來 一起奉獻心力的伺服同仁 感謝你們 這個是現場 世大運閉幕的時候 臺北市長柯文哲 他當然卸了很多很多人 世大運當然是所有選手的榮耀 是臺灣的榮耀 是臺北市的榮耀 那當然對於柯P來講 他成功舉辦了這樣的一個世大運 對他來講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經驗 同時對臺灣來講 也是向全世界展示說 第一個 我們有能力舉辦 這種大型的國事展示 第二個 我們的選手 是已經站上國際舞台 我再請教一下前審 這一次世大運 對於臺灣的體育發展 乃至於對臺灣的所謂的政治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對於未來的事情不知道 但是我至少可以把我最近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 至少我剛剛聽到柯市長的談話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的鏗鏘有力 跟他一般接受訪問的時候 那種語氣是完全不一樣 我想是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次 在歷經了這十二天的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後 我覺得他也感受到了 在這幾天 國人對於這個比賽 所投入的熱情 那這個熱情呢 是這 這個比賽打完之後就結束了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麼多年下來 我們歷經過很多國內 國內國外大大小小的賽事 可是這個 對於運動賽事 我們很坦白地講 這一次 在國內的轉播上面 世界大學運動會有賺到錢嗎 I don't know 好比說 在大型的運動賽會裡面 假設說 這個奧運會 或者是世界杯足球賽 他最大的收入是來自於電視轉播 可是呢 你看國內 這次在電視轉播之前 有多少的波折 不是那麼樣的順利的 在台灣的電子媒體裡面 有多少的公司 還有所謂的體育記者 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人 在看電視轉播的時候 可能對播報的品質 是不滿意的 是的 在電子 然後在一般的媒體的報導上面 是篇幅很小的 只有這十二天的時間 我們感受到了國人愛運動 看運動的這些熱情 但是我們就就 就真的只有這樣子了嗎 我不知道耶 因為你說我們有辦大型國際賽事的能力 我承認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好的環境 我也承認 但我們有轉播的能力 是 所以我們接下來 是不是還要繼續的去承辦這些 讓國人可以很興奮的 大型的運動賽會 當然還有很多政治現實問題的考慮 但是呢 就能力方面呢 我們是證明了可以的 但是呢 也有很大部分是欠缺的 所以鄭老師 你看到台灣在大型賽事舉辦轉播 最大的問題是 基本上我們像這一次的轉播 很多的體育記者 都到前線去做報導 所以在電視台裡面去轉播的主播 其實很多都是臨時被抓過來 包括我們在現場去當楊俊翰突然拿金牌 那現場很多的被電視台派來的這些 第一線的主播記者 其實很多都不是體育線 所以他們到處去問說這個人到底是誰 他後面有什麼故事 他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我們就在 我們協會就在第一線去告訴他們說 一一去介紹 那我是覺得這個 羽球一局是比幾分啊 桌球是幾分 是 也不能怪那些主播啦 因為人家命令下來 你也只能硬著頭皮上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平常看運動的這種習慣是沒有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 他不是那麼樣的喜愛去看運動 在國外 你一個成熟的社會裡面 他看運動 看藝術表演 看戲劇表演 是他的生活中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是在臺灣呢 好像百分之八十的人會看棒球 可是棒球之外呢 就很多的運動 很多人是連看都看不懂 但是這次有很多的人 真的就是看熱鬧去的 其實覺得這個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戴資穎在其他的這個羽球大獎賽系列賽 面對那個世界最強的選手打球的時候 沒有什麼人在看 他在這個世代運打那個世界排名四百多 六百多的那個俄羅斯選手 只讓人家拿一分三分的 大家看得很高興 所以我們臺灣人對於這個運動的sense 還是不太夠的 說真的我們還是要培養這樣 那這次我們的世代運 證明了說我們有某些項目 或者是我們的選手 其實實力是有的 可是反向來思考是 我們出了世代運之後 到了亞奧運的層級 到了職業的層級 我們跟世界還有一段距離 那我們接下來怎麼樣繼續支持 比如說我們看轉播也是支持 因為轉播就有錢 那我們看選手比賽 他就有門票收入 就可以支持選手 那我想國人要培養這樣的觀念 才能夠讓這次的世代運結束之後 把這個給維持下去 要不然一樣是結束之後 十二天就像前所講的 十二天結束之後 大家不會去看戴資穎的比賽 不會去看他打大馬公開賽 是打全英賽 沒有人要看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從這一刻開始 藉由世代運 我們來轉換我們的觀念 接下來要大家去支持運動 所以我們選手到位了 然後舉辦賽事的能力也到位了 但是我們其他項目恐怕都還沒到位 所以我們要叫做自己體育大國 恐怕還很遠 不是鄭老師 這一次是叫做繁花盛開百花齊放 對 除了籃球棒球以外 我們看到臺灣實在很厲害 在其他的項目 在整體資源政策分配上 是不是應該再做重新思考 是的 他需要重新思考 但是我覺得政府應該思考的 不是說把這些現有的資源 怎麼分配給這運動項目 或是分配給這些單單協會 他應該真正打從基礎去思考的是 他怎麼樣去培養國人 培養我們的學童 看體育 參與體育 欣賞體育 這才是教育部最重要的重點 體育不要說只有學校體育課 他可能是整個國家社會的運動 非常重要的文化 而且也不要把目標只放在金牌 你人口多了 金牌自動就來 是的 人口多了 沒拿到金牌也沒關係 對 沒錯 就是一起來之後就來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 讓精彩繼續 結婚到現在 咱們燉不燉就吃外面的 那今天給我來包餃子吧 你等一下 應該是十萬塊沒有錯 如果我黑村嫂的女兒 絕對不用看去看下去 你這個死亡是怎樣 怎麼到現在又死店 才會不會走 王姑 誰 你喔 我叫阿春 阿嬤 我們這不是訓練 你這是虐待 你老闆跟老闆娘 幾乎都走 阿嬤這麼難溝通 與其要說服她 我還誤自己來比較快 拜託給老太太 老三 我今天就說這個看虧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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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在Life pan 如果有什麼問題